腎病很多时候都没有征兆 腎脏功能衰竭会影响身体很多不同的器官 如果去到腎衰竭的情况 就需要透析治疗或者换腎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今天非常高兴请到腎科专科医生汪玉华 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腎病、什么是腎衰竭 如何可以避免这件事 汪医生多谢你 谢谢 我想问一下腎衰竭是什么 其实腎衰竭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腎病的情况 腎病是一个统称 当腎病引致腎功能衰退 去到比较严重的情况 我们就叫做腎衰竭 病从浅中医 我们怎样可以知道最初的征兆可以避免这件事 其实腎病其中一样特征就是没有什么病征 我们有两个腎 其中一半是处备的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当腎功能没有了一半 验血才不能验出来 所以如果不是特意去查 就未必会知道 但其实有一些征兆 例如小便会有蛋白料 会有红血球 甚至高血压 其实可能已经是早期腎病的征兆 因为我们从40岁开始 我们的腎臟已经慢慢的功能衰退 一般跌到一成的功能以下 我们才需要透息或者腎移植 一成以上 一般都可以用药物 戒口各方面的治疗维持住 例如刚刚说到透息治疗 有没有可以介绍一下 其实有什么透息的治疗 有没有哪一种不同 或者什么人适合哪一种 一般透息在香港主要有腹膜透息 还有血液透息 我们俗称叫洗肃 腹膜透息一般在家居做 好处是不需要去医院 还有对心脏负荷相对比较小 缺点是可能会有腹膜炎 这些拼法症 血液透息一般需要去医院做 例如一个星期去两次或三次 每次四个小时 好处是平时去完医院 可以自由活动 好处就定期需要去医院 还有对心脏负荷相对比较大 听到要去到洗肃 都是一个挺辛苦的情况 不如可不可以和观众说一说 有什么提示 可以避免有肾衰竭或肾病的情况 其实病向始终医 还有始终有很多事情可以预防 刚才说过 如果及早验身 例如发现有蛋白尿 红血球 及早针对肾脏的治疗 还有高血压方面 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 可能他以为血压很高 例如怕白血管 对身体有影响 但其实肾脏 血压要高一点 已经对它很大影响 它可以退化得很快 所以严格控制血压很重要 严格控制糖尿 尽量止痛药 不要互乱地吃 另外有一件事 很多人忽略 就是体重方面 其实控制得好 体重 对全身心肝皮肺神 全部都有帮助 方间经常说肾规 其实男士会不会影响性功能 汪医生 其实我们西医的肾脏 有一个特定的功能 特定的器官 主要是负责排毒 当然也有其他的功能 例如影响造血 骨骼 但严格来说 性功能 跟肾在西医的角度 是无关的 所以如果有肾衰竭的人 就不会说性功能也受影响 当然如果身体有其他的慢性病 或者毛病 都或多或少 可能会受影响 但就不是直接的问题 今天非常多谢汪医生 跟我们讲解 什么是肾病 肾衰竭 以及预防的小切齿 多谢汪医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